英文基礎文法 今天我们要来谈贯词 贯词的种类可分成 不定贯词 还有定贯词 不定贯词 A和end的用法 A是用在 子音之前 取决于字母的发音 它的发音发尔 例如 它后面跟着的字的开头 都是子音的发音 那am是用在母音前 也是取决字首的发音 例如 an apple an umbrella an hour 贯词后面的名词 它的字首发音都是母音的发音 所以用an 我们来看一下范例练习 第一题要用 a useful book 第二个要用an egg 第三个要用 a one year old boy 第四题要用an old lady 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 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 第一个字是 子音发音都用a 若是母音发音用an 翻译练习 第一题用 a young girl 第二题用an edge 第三题 a j 第四题用an m 第五题用an eight year old boy 也是依据它自首的发音 来用a或者an 使用贯词a的英文字母有下列 因为这些字母开始的发音都是子音 所以这些字母若要有接贯词的话 要用a来接这些字母 使用an的英文字母有下列 这些字母开始的发音都是母音 若这些字母要用贯词的话 要用an来接这些字母 第二个我们要来讲 不定贯词的用法跟例句 a或者an的意思就代表 one或者per就是一个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there is an apple on the table please write me a letter 第三句 I visit my grandparents twice a month 这些都是代表的一个的意思 an也可以代表全体 我们来看下面例句 a dog is a faithful animal the a dog就代表全体的狗 那a跟an也可以代表同样的 我们来看下面例句 both of them are of an age 他们两个人都是同年龄 birds of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意思就是物以类聚 也就是同样的意思 a跟an也有代表是one like的意思 就是像什么人 我们看例句 he is a godfather 他像是教父 he is an Edison 他是像爱迪生 接着我们来学定贯词 the的用法与例句 the可以表示特定 我们来看例句 the woman in red is my mother 第一句的the woman 是指特定的女子 意思就是说 穿红色衣服的这个女子 是我的母亲 第二句 please take out the trash 把那个垃圾给拿出去倒 第三句 she was paid by the hour 注意到这个发音发底 因为后面的字的母音发音 所以要发the 所以他说 他是依照公时来付费的 这个the也可以是表唯一的 我们来看例句 the earth moves around the sun 前面念the earth是表唯一的地球 后面的the sun 也是表唯一的太阳 地球绕着太阳在转 接着第二句 the airplane float into the sky the sky也是表唯一的 天空 然后前面的the 我没有表示红色 因为它不是唯一的 表示特定的airplane 就是特定的飞机 the可以用在最高级或者叙述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she was the first girl to come here the first 就是叙述的用法 那第二个句子 he is the tallest boy of all 他在所有里面是最高的男孩 所以这个the是用在最高级的时候 当然the可以用比较级加上of the two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Mary is the tallest of the two 玛丽是两者里面比较高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可以用比较级前面加the 接着the可以用在方向与方位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and sets in the west 太阳由东边升起 由西边落下 这是表示方向的定冠词 the也可以用在身体的部位 我们来看例句 he hit the boy on the head 他打那个孩子的头部 所以这个the是表示身体部位的时候要用the 接着the可以表示负数或全体 我们看一下例句 the rich are not always happier than the poor the加上形容词表示全体的意思 也就是说有钱人不见得比穷人快乐 第二句 the lins live next doors 这个the lins就是指 林的全家人住在隔壁 也是指负数的人全体 再来看第三句 the Chinese are peace loving 这边the Chinese是指全体的中国人都是怎么样 和平的爱好者 这边的the表示负数或全体的意思 接下来the是表示国民需要用到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表示美国 the United Kingdom 大英帝国 the Sudan 表示苏丹国 都用the 在国民前面都需要加the the也可以表特定的专有名词 我们来看例句 the National Gallery 国家美术馆 the White House 白宫 the Eps 阿尔卑斯山 接着the Tower of London 倫敦塔 最后一个是 the Bible 圣经 专有名词前面 都加the 接着是the 是用在海洋河湖的前面 我们来看例句 the大西洋 the Red Sea 红海 the Yellow River 黄河 the Summer Lake 日乐团 一些特定的名称前面 都加the 接着我们来做一些范例 请填入a 还有an the 或者是都不需要填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hail 什么pool 这边呢 可以知道 应该要代表全体的意思 所以用the pool 第二句 the salaries are paid by 什么样的month 这边应该要用the month 他们领的是月薪 第三句 He is so honest 什么boy 这边要用a boy He is so honest a boy 他是那么一个诚实的男孩 第四句 We have什么dinner at seven 这边应该不要加直接就 We have dinner at seven 我们在七点吃晚餐 不要加任何的罐词 第五句 Mother gave me 怎么样的English dictionary 所以这边应该要填 an Mother gave me an English dictionary 我请给我一本英文字典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练习 第一句 Mount Jed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aiwan 玉山 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 在前面 The monk Jed 前面不需要加任何的罐词 第二句 This is most interesting story I have ever read 这一个前面 因为有最高级 所以我们刚才学过 要用 The most 这是 我读过最有趣的一本 故事书 第三句 She comes home twice 怎么样 Month We应该要填 a month 第四句 我们来看一下 He plays 什么 Basketball Very well 注意到球类运动 不可以接任何罐词 所以这边要不要加 他篮球打得非常好 第五句 She is playing Piano now 这空格应该要填 定罐词 the 因为乐器前面 都要加 the 他现在正在弹钢琴 乐器前要加 定罐词的 运动前面 不要加任何的 定罐词 第六题 I'd like to speak to 什么person in charge here 这边要填 the person 我想要跟负责人 来谈一谈 所以第六题 要填定罐词的 the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罐词的学习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谢谢您对于这教学频道的喜爱 你可以订阅此频道 并将这个铃铛打勾勾 那就可以选择所有的通知 那这样子我们有新的影片 就会传到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浏览器当中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个频道 也多多的来观赏本频道的影片 你也可以在YouTube的频道上去搜寻 GridKid Learning这样的频道去点选 它就会出现在频道当中 你可以点选它 希望你能够经常的来上此频道学习 谢谢您 感谢观看